大輪山銀杏森森林的美景 吸引許多遊客前來 但也為山上增加許多的垃圾 和亞社區發展協會 呂理事長說 每年都會舉辦近山活動 與志工們一起打掃 維護環境的整潔 每年都有辦這個競山活動 因為就是 有感覺 我們現在銀杏森林家 這個 已經在銀杏森林家 已經打開 來鐵圖的人很多 本屬 本屬很多 所以很不遙控 所以今天 來 用這個時間 來 地板的競山活動 我們社區的環保志工 都出動 參加競山活動的葉先生表示 環境的整潔 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維持的 希望民眾前來遊玩時 別留下垃圾 一起保護自然環境 我參加這個活動 已經七八年了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保留平衡心 浸一輪心來替這個環境 貢獻一些 我們本身 小小的力量 因為 地球只有一個 我們只能要遵守它 抱著這種 這種服務社會的心來回饋 因為畢竟大家年紀都有了 希望各位人士山上來玩的時候 請把垃圾帶下山 保持我們大自然的環境 共創雙贏的未來 看到河雅社區的居民一起為環境整潔做努力 縣議員許舒霞表示 感謝民眾們的用心 也呼籲前來遊玩的民眾發揮公德心 不要造成當地居民的困擾 大崙山在我們河雅地區 是一個大家非常喜歡來的 這些避暑聖地 尤其是現在已經到冬天了 上面的這些銀杏 這些零像的非常美 但是呢 人多了以後呢 有些沒有公德心的 這些有客人 他們往往是把自己帶來的 這些垃圾隨地亂丟 這點是讓我們地方 感到非常痛心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由我們的村長 跟我們的理事長 動員我們 重來我們家的稍微志工朋友 到我們的大崙山 沿路把我們這些垃圾剪下來 所以感謝社區的用心 也希望說我們大家到山上的時候 不要隨地把垃圾丟在這裡 記得把垃圾帶回家 避免說造成地方的一個困擾 議長何勝峰 感謝河雅社區發展協會 為維護地方環境整潔所付出的努力 也呼籲遊客們發揮公德心 勤勿亂丟垃圾 一起維護這個美好的環境 記者盧玉凱入股採訪報導